在ICU裏面我自己觀察到 它的數字都未必有很大的改變 它又不是特別多 但又未必會少了很多 死亡的個案亦都會有持續 但亦都不是因為打了這隻保護針 又多了或者少了人死亡 始終都有一些小朋友不幸會死亡 打了不是百分之百 即是沒有機會感染和發病 發了病後尤其是有持續發燒 還有有肺部症狀 咳嗽或呼吸不舒服 一定要帶去看醫生 我們又發覺大約有20%的人 可能同時有病毒感染 所以兩者可以共存 亦都有一些說法 見你病 拿你命 例如一種流感或感冒的病毒 減弱了你的免疫系統 那些細菌亦都乘機入侵 他都不想像我 您的病毒感染 那些細菌亦都不想像你 在這裏 那些細菌亦都不想像我